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唤醒 乡愁记忆 挖掘 整理 提升乔村人文景观 讲好乔村故事 打造了一批具有潮汕文化特色 又兼具乔文化严肃的最美乔村 以根文化凝聚乔新 助力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在美丽的四月天 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睹 乔村新貌 广东省古村落 豪江区广澳街道东湖社区 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著名乔乡 东湖社区乔博馆 是东湖利用村里的闲置华侨建筑 德卢修缮活化灾利用的项目 馆内的每件展物 都诉说着动人心弦的华侨故事 一辈的华侨的侨坯 它也是很代表我们这个老一辈 当时一个心酸的一个大平使 赚了多少钱 都是把那些钱寄过来这边的人生活 把我们这边的家乡的照看新人 在当时这个情况我们建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有让大家记住 乡潮或者现在博物馆留下的旧东西 就是我们东湖村 这个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异常 东湖社区现有留外乡亲约1.3万人 几乎家家有番客 户户有桥亲 素有番客村之称 近年来 广大侨胞热新家乡建设 卷资约6亿元兴建学校 排放 环村路 文化广场等一批项目 如今漫步东湖社区 随处可见古龙 古象 古碑 以及中西结合的特色建筑 桥味浓郁 古风新韵 扑面而来 我长这么大 就是现在东湖的变化最大 我们身为这个东湖 真的都感到非常欣慰 美丽桥村焕发着新时代风貌 东湖社区将突出做好桥文章 推进社区旅游经济发展 打造及文商旅为一体的全新东湖 打造最美桥村 推动乡村振兴 依托我们古村及桥乡的优势 按照一新一街五区的目标来规划 让桥乡环境更美 桥乡文化更美 桥乡情更美 承海区张宁古港 是1860年 扇头开布前的越东第一大港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是洪搜船精神的发源地 在张宁古港 清代建筑永定楼已建成桥坯展览馆 向世人讲述 华桥与祖国的故事 我们这个桥坯展览馆已经收集了 就是从潮汕逆期 入一个异化祥 批级的牌柄 同时呢 还有就是最长的异红桥坯 1.5米长的 近年来 东里镇以河美桥乡文化振兴为主题 保育火化张宁古港古一道 打造海思桥乡 把这个八街六市 风宝庙西塘 启用神公司 其实在景点 创严起来 看到我们整个张宁古港的文化跟旅游 这个旅游间 向下远行 就是对古港和这个科学地水 向下远行 1人2公里 就是把张宁古港传送时期 真正的古码头 逃从古土尾古码头 展示出来 人家过这个考树 听考树 找资料 找这个文物 把这些资料文物啊 这些歌油啊 统统都收集起来 东里镇还依托张宁古港的自然禀赋和优势资源 以发展乡村旅游作为突破口 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 推动历史文化移植保护和乡村旅游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努力发展文化创意 旅游体验 商业服务等新兴业态 真正实现历史文化的记忆传承 与产业融合 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海外侨胞 果林外游客 前来参观游玩 我是第一次过来汕头 就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个八街六社 我感觉咱们的这个桥像文化保存 还是非常完善的 包括我们的桥皮展览馆 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 整个的建筑 包括人文风情 包括桥像文化 和红豆船的整个文化 包括精神 给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 桥村是海外乡亲 魂牵梦系的精神家园 它的建设发展 牵动着广大侨胞的心 近年来 我是以桥为桥 推进桥村建设 讲好华侨故事 打造了一批美丽桥村 除了红豆船的启航地 东里镇 张陵谷港 千年古村落 广澳街道 东湖社区 还包括 有着华侨骄傲 潮人典范的 政大创始人 谢已出的故乡 外沙街道 彭中村 桥皮之乡 成田镇 田中央社区 莲夏镇建阳村 达好街道 葛州社区 桐宇镇 盛前社区 和平镇 夏寨社区 龙田镇 东仙社区 霞山街道 大寨村等 这些桥村 兼具潮汕文化特色 和桥文化元素 在乡村旅游 乡村产业发展 乡风文明等方面 都呈现着 喜人变化 在近日召开的 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 以汕头大学 为第一完成单位的 开放式架构产品 可适应设计方法 及其在典型装备中的应用 获得2021年 广东省科技奖 二等奖 这一项目 首次针对 中小制造企业 装备制造的需求 开发出适用于 塑料成型 引烧包装等行业的 相关装备 这一设计方法 更是被认定为 国际首创 如今商品包装 注重便利性 实用性 精美性 这对包装机械设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汕头清工装备研究院 运用开放式设计的方法 为企业定制了一台 可以适应不同尺寸 形状 材质 生产需求的 智能型 纸带折叠机 相比过去 新的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这个可设计设计方法的话 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成型机 进了两个大方面的一个改进 一个就是通过它的 这个稳健性的设计方法 在各个工位 动作的这个协调方面 就是说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由我们原来最初 最快的时候 我们设计的这个极限是 每分钟15个 那么应用这个方法了以后 我们大概提升了 这个35%左右 达到了现在每分钟 20个的这个生产速度 而且这个成品力达到了 这个99.5% 这个成品力也提高了 另外一个来通过可适应设计 只要简单进行一些 这个成型头的这个更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应 多种产品的这个生产 汕头清工装备研究院 研发这一成型机运用的 开放式架构产品 可适应设计方法 就是来自汕头大学工学院 张建教授的研发团队 开放性就是相对于 以前的封闭性来讲的 封闭性就是说 我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这个模块有哪些 我这个接口能接入的东西 有哪些是全部定义好了的 那么开放式的就是说 我开始有一部分 可能是没定义好的 是我这个装备设计出来之后 我后面可以根据我的需要 进行重新的调整的 比如说我们和这个 汕头清工装备研究院 我们一起合作研发的 这个纸袋包装机 因为纸袋它的规格 它的这个材质是千变万化的 就是很多很多 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方法 设计出来的这个纸袋折裂机 通过改变这个模块 满足不同的这个生产需求 2014年 山头大学联合广东省科学院 智能制造研究所 山头清工装备研究院 以及相关企业 启动这一项目研发 项目针对我国装备制造业 普遍面临着产品兼具功能多样 性能可靠 价廉高效的需求与挑战 首次针对中小制造企业 装备制造的需求 开发了可适应设计软件平台 并用于塑料成型 印刷包装 木工五金等行业 典型装备的设计研制 在原有生产加工环境 与技术条件下 关键指标的可适应范围 与性能品质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增强了相关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难题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设计开发式架构产品 其实国内外都是没有人做的 也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 所以这个理论方面需要我们自己来攻克 第二个就是开发式架构产品 你设计出来之后 我们要保证 怎么样保证它的产品性能质量 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么第三方面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技术能够推广到企业 然后提升他们装备制造的技术水平 专家建议认为我们的可适应设计方法 开发式架构产品的可适应设计方法 是属于国际首创 当前我是正在全力构建 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而作为汕头的高效研发力量 张建教授将继续带领团队 立足汕头产业特点 开展技术公关 服务产业提制升级 助力汕头走好工业立势 产业强势之路 汕头市现在的三星两特一大的一个规划 应该来讲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参与进去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一直强调的产学员结合 今天上午汕头市召开迎接全国和省级 双拥模范城县考评动员部署会 部署有关双拥创建工作 动员全市上下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全力打赢此次双拥模范城创建攻坚战 市领导张红俊彭松恩出席会议 自2020年 我是第七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以来 全市各级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双拥工作的一系列指示 和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工作部署 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 双拥创建活动 全市双拥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 根据全国双拥办的总体部署和省双拥办的工作安排 省双拥办将于今年5月 组织对我是第11届全国和省级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工作 进行中期考评 会议指出 全国双拥模范城是军地共同颁发的唯一国家级城市品牌 是一项崇高的政治荣誉 是一个地方军政居民团结 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标志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我是全面提高双拥工作水平 奋力夺取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贯的关键一年 全市上下要同心协力 其抓贡献 确保顺利通过第11届双拥模范城县中期考评 和明年的全国省双拥模范城检查验收工作 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双拥创建工作对汕头的重要意义 牢牢把握双拥创建目的 保持双拥创建工作常态 主动不断完善双拥创建协作机制 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抓好双拥创建工作 始终把眼光聚焦在群众和官兵 关注的热点难点上 进一步提升双拥工作的质量标准 要突出重点 进一步明确责任 细化任务 做到责任到人 全力推进双拥创建各项工作落实 为贯彻落实市委工作部署 助推公改工和三旧改造工作深入开展 今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赴金平区 龙湖区 高兴区 对我市公改工和三旧改造工作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 了解项目进展和推进公改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后召开座谈会 市自然资源局等单位汇报公改工和三旧改造工作情况 市领导林希波、李昭参加活动 检查组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市委的工作部署上来 把推进公改工作为新工业 强产业的有力抓手 保障工业用地 努力走出具有汕头特色的公改工路子 要广泛宣传发动 加强政策宣传 精准施测 公改工配套政策要有可操作性 加快公改工进程 检查组指出 要注重社会效益 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省关于三旧改造的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市委的中心任务 以公改工为主抓手 做好我市三旧改造工作 助推工业历史产业强势 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提出 关于发挥桥立资源优势助力汕头经济发展的建议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曼带对都办建议办理情况 都办组实地查看了 捕风莲花中旅店华侨试验区海外华文教育直播基地 听取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 当前市委统战部市乔务局紧紧围绕根魂梦工作主线 开展文化影桥平台联桥政策会桥经济聚桥四项行动 聚焦华侨华人新生代发挥桥立资源优势 为汕头发展凝聚桥的力量 杜办组要求各建议办理单位要积极回应代表关切 以办理好建议来推动工作开展 要加快建设桥勤资源库 提升与桥交流精准度和微桥服务针对性 要大力弘扬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要借助汕头申办第22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的契机 广泛联络海外乡亲 宣传引导广大华侨华人来善投资新业 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近期疫情防控警势严峻复杂 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朝阳区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加强火车站出站关口把控 守好守牢外防输入关口 今天上午9点45分 一趟列车抵达朝阳高铁站 出站的旅客们在指引牌和广播的引导下 有序完成测体温健康码形成卡检查核酸检测 非常快差不多十来秒吧 到每一个地方的话 它都会有个有一轮核酸检测 这样就会比较安全嘛 根据防控工作要求 朝阳高铁站在落实100%戴口罩 100%查健康码 100%测体温 三个100%的基础上 还增加对出站旅客100%查行程码 和100%落地核酸检测的防控措施 为提高旅客信息的查验效率 车站一方面增设测温仪 智能口罩机 身份证核检电脑等设备 另一方面优化流程 加大人员投入 对排查中可能遇到的异常情况 站点也准备了周全的应急预案 如果发现健康码异常的话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把它引导到装用的流关市 然后进行行问行程 如果发现是红码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报属地有关部门 然后通过卫健部门 派120救护车 全程闭房管理 送到指定的酒店进行隔离 朝阳高铁站测温防疫卡口 配套7台身份证核检电脑 每班有公安 交通 交警 卫健等部门的值班人员30多人 今年来朝阳高铁站 累计出动工作人员6500多人次 检查旅客数量近80万人次 我们兼发挥好交通主管部门的 重调协调作用 切实落实好高铁站等重点交通场所的 各线疫情防控措施 助劳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全力保障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汕头市南澳县的海产品文明侠儿 为让每位海产品更快送抵消费者手中 让海岛群众更多分享海商牧场增值 带来的收益 是邮政部门给南澳县量身定制了 海产品出岛进程运输方案 打造渔民销售海产品绿色通道 近期市邮政管理局牵头组织6个 基地品牌企业在南澳县新增了13个 备案末端网点 在南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建设南澳海产品基地体验馆 推动海岛产业与区域 基地资源的有效融合 并对口帮扶养殖一线渔民 以市场保护价收购海鲜产品 这也是全国100个邮政农业品牌项目中 唯一一个以海产品为载体的项目 充分利用邮政自身的优势 进一步为当地海产品增值赋能 项目启动以来 帮助渔民农户销售海产品 已经超过1100万元 市游政管理局还引导京东顺丰等快递企业 开展海鲜快舰优先直发派送等业务 帮助海岛偏远的渔村和渔区销售海产品 在快递网络平台的助力下 去年休雨期过后 南澳县海产品出道快递的日业务量 超过1.2万件 同比增长近5倍 昨天朝阳区在全市各区县 率先启动首带服务中心业务 进一步畅通引起对接渠道 构建完整的首带服务链 特别是在再贷款的资金支持 差异化监管 信息共享 风险分担 贷款贴息等方面 将形成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合力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助力工业力士 产业强势 近日 有群众反映 在朝阳区同宇镇朝港村 宅美村 宇南村交界处的田间小路路面上 有垃圾堆积现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处堆积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并且有焚烧过的迹象 这些垃圾不仅影响村荣村茂 而且还可能影响周边水源和土壤环境 当地群众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整治 营造整洁移居的乡村环境 好 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请关注汕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